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多内容江西旅游报道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影响力 久江永修和南昌静邻而居 交通便利互为重要的客源地和目的地 此次推介会重点介绍了永修县的明山 明寺 明湖 明镇 并发布了多条精品旅游路线 其中明山是风光以拟的禅宗圣地云居山 明寺是云居山真如禅寺 明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 鄱阳湖 明镇是江西四大明镇之一的永修吴城镇 永修汇集了千年商部 江南沙漠 候鸟王国 国际师弟四张名片 春季赏花礼佛 夏季素溪玩水 秋季采摘垂吊 冬季懒湖关鸟 永修文旅一季一个味 季季耐人寻味 为了进一步带动永修文化旅游 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活动现场达成了多项战略合作签约 其中 永修县人民政府与同城集团战略签约 永修县文广新旅局与自驾游组织战略签约 永修县农旅投公司与物业传媒公司战略签约 多方资源联动拓展和布局 助力永修县全域旅游产业大发展 据了解 接下来一周内 永修文化旅游推广器活动还将举办 专家加玩家裁风活动 旅行社专场研讨会以及多场路演活动 凝聚政府 市场 企业 媒体等多方力量 通过品牌推广 品牌路演 采风体验 产品推介 媒体报道多元结合 将南昌市民以及广大游客呈现魅力四射的永修 吸引大家随时前往永修开启游玩度假之旅 备受蠕目的第二届浦阳湖国际观鸟桌活动 将于12月11号至13号举行 南昌作为本届观鸟桌的分会场之一 将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市民游客在参与中共享自然生态之美 据了解 本届观鸟桌同时在南昌市 九江市 上饶市 设置了15个观鸟点 其中南昌市共有5个观鸟点 目前南基国际重要市地的四处观鸟点 和高新区五星白鹤保护小区的观鸟点建设已基本完成 针对这些观鸟点的打造 我们不管是我们南基国际重要市地 特别是新建区以及沿线的南昌县的奖项镇 都对我们的道路 包括周边的沿线的环境整治 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包括我们高新区 针对我们五星白鹤小镇的一个规划 建立了白鹤的科普馆 还打造了我们的公众自然教育的一个基地 也欢迎我们的市民和游客 走进我们的广阔的湿地 来体验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这种感受 本届观鸟州除了延续上一届观鸟州的 观鸟赛等相关活动外 还将举行救护候鸟放飞 全国鸟类保护管理培训班等多项特色活动 并设置多个论坛 南昌市各观鸟点也将结合地方特色 开展体验自然课堂 观鸟东令营 摄影展等丰富多彩的互动体验活动 通过几万这个国际观鸟州 大量的海内外的嘉宾 专家学者参加到这个观鸟州呢 让他们更加了解到 我们南昌在湿地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 所以对提升南昌湿地保护成效 对提升南昌的知名度是非常有好处的 南昌湿地资源丰富 依托象湖 爱西湖等城市内的湖泊河流湿地 建立了多个及市民休闲油气 与生态保护于一体的城市湿地公园 良好的湿地生态环境 为全球数十万只水鸟 75%以上的东方白贯和98%的白鹤 提供了越东栖息地 我们下一步呢 将会继续加大湿地公园的畅见力度 省级湿地公园向国家湿地公园的迈进 候鸟保护这一块呢 下一步呢 我们将继续灌制好 将省候鸟保护条例 继续完成好 这些县级的市级的省级的自然保护区的基础设施 为候鸟保护提供便利的基础条件 让候鸟在这里能够安全地跃动 四川人不怕辣 湖南人怕不辣 江西人辣不怕 说起辣椒啊 咱们上饶鱼干的辣椒可以说是鼎鼎有名 早在明清时期 鱼干辣椒就多次被作为地方特产进贡朝廷 现在鱼干辣椒作为地方名优特产 更是当地人招待客人的必备菜品 接下来我们就到鱼干县来尝一尝纯正的鱼干辣椒 据鱼干制记载 鱼干辣椒有六百多年的种植历史 以鱼干县红加嘴香为核心产区 这里种植出的辣椒品质好 口味佳 青蔬果翠绿 老蔬果火红 鱼干辣椒的外观特色是苗低 妆矮 小巧精致 有美人椒之称 鱼干辣椒呢 是在2012年的时候啊 在我们长沙举办的一次 中国辣椒博览会上 被评为全球最贵辣椒 它每公斤呢 最贵的时候是卖到了两百块钱一斤 为什么这么贵呢 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啊 你看那个鱼干辣椒呢 它的个子是比较精美和比较小巧的个子 鱼干辣椒凭着辣嘴不辣心 皮薄肉厚的特点 除畅销南昌上饶等周边视线外 在北京 上海 广州等十多个大城市 也十分受欢迎 无论是单独做菜 还是与其他食材搭配小炒 都掩饰不住鱼干辣椒浓浓的鲜辣味 特别开胃下饭 尤其是鱼干辣椒炒肉 可以说是在江西的大街小巷的 大小餐馆酒店 都是点单率非常高的一道菜 到了鱼干 当然得找一找正宗的鱼干辣椒了 那现在呢 我来到的就是鱼干县街市辣椒种植基地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身后绿油油的一片 种的全部都是鱼干辣椒 而且呢 走进棚内 哇 我觉得空气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 可以让我在空气中找到一丝丝鱼干辣椒 香甜和清香的味道 而且呢 我发现在这个棚内 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杂草和野草 因为呢 据了解 在咱们棚内呢 是没有添加任何的除草剂的 而且啊 空气很清新 没有任何化学肥料的味道 全部呢 都是有机肥料 街市辣椒种植基地 就位于鱼干辣椒的核心产区 洪家嘴香 目前洪家嘴香 共有五个辣椒种植基地 总面积占地740亩 亩产达到2000斤 平均售价达到美金28元 基地的负责人告诉我们 鱼干辣椒口感最好的时候 是每年的清明时节 那时候的辣椒刚上市 售价可达美金100元 诶 这里有一个还算比较大的啊 鱼干辣椒 诶 来我们来用手掰一下 哇 觉得它摸在手上呢 非常非常的有一种 很嫩的感觉啊 小小的嫩嫩的 而且呢 感觉很清脆 我们来把它捏开来 哇 你们听到蹦的一声了吗 好多好多的汁水啊 蹦发了 诶 这个是可以吃的吗 可以的 那我们来尝尝看好不好 生的这个鱼干辣椒 口感会是怎么样的 嗯 哇 你们听到声音了吗 轻轻脆脆 而且呢 吃上去有一丝丝的辣味哈 但是呢 回甘就很香甜 特别要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水分很多很多 对 开车特意跑到这边来采摘的 哦 因为这里辣椒最纯正 哦 味道口感比菜市场的口感要好得多 哦 所以我特意开车到这里来采摘 炒肉啊 那个煮鱼啊 都相当相当好吃 哦 味道很纯正 在大力发展鱼干辣椒种植相关产业的同时 辣椒产业也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 在结实辣椒种植基地 除了鱼干辣椒 还有草莓 圣女果以及各种蔬菜 各供游客游览采摘 想品尝正宗鱼干辣椒的朋友们 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好地方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 全省各地文旅咨询快报 日前 江西省第四届优秀青年戏曲演员展演 决赛在高安市开启 展演决赛将从12月3号开始到8号结束 来自全省各艺术院团的120余名优秀青年演员 将在高安采茶剧场展开激烈角逐 据了解 两年一届的青年戏曲演员展演 是我省青年戏曲艺术人才的重要展示平台 这一赛是发掘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青年戏曲人才 有力助推了江西文化强省建设 12月4号至6号2021中国书画新锐展在南昌市高新区靖唐艺术馆开展 本次展览共展出150余幅新锐作品 作品来自全国各地的37位艺术家 这个展览我们挑选了90年代出生的一批艺术家 他们的年龄大概就是在30上下 那么对于中国传统的这个书画来说 他们既是一种新生代的状态 所以这次展览是对艺术家的一次 比较大规模的一次集中的展示 本次展览的作品涵盖了国画 书法 篆刻 综合材料等多种艺术形式 展现了年轻艺术家近年来的艺术思考和艺术水准 赏美食看围景 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联合一下在首期江西台客户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